hello大家好,我是惠子,这个是我的vlog 今天我打算去纽约布林去看一家vinted店 然后呢,这家店我没有去过 但是我朋友说之前去过是一家宝藏店 所以我打算去看一眼 然后呢,我现在已经穿好了 换好了出去的衣服 然后还没有化妆,打算一会先化一下妆 不知道你们出门前一般是什么样的顺序 我一般是抹护肤品 再换衣服,然后再化妆 然后再穿上外套 接下来让我去化个妆吧 好了,化好妆了 然后把首饰戴上 戴了一个这种珍珠耳夹 耳夹真的是非常适合我们这种 打了一年耳洞,还没有恢复的人 现在还在过敏 所以就只有戴耳夹比较好 然后呢,最近学到了在ins上面刷story 可以看到 穿这种高领毛衣,然后呢 配一个项链,会很高级 有几个人说想让我出冬季穿搭嘛 我冬季其实没有很多衣服 所以我就想vlog的时候给大家看看我的穿搭 这个高领毛衣是我在优衣库买的 我觉得我成长了 以前我看优衣库就觉得像 秋衣修裤,现在我觉得看优衣库 有的时候一些经典款穿上 还真是还蛮好看的 然后呢 外套就是我的黑五十平民买的那个 然后 然后裤子我穿的是brandy的 我今天要带什么包呢 嗯 我觉得真的超级好看 特别的高级 之前有人说想看我录一个what's in my bag 就是我的包里有什么 今天正好趁这个舞蹈给大家录一下 我平常出去玩的时候包里会有什么 包包呢我之前已经装好了 它这个很有意思 可以转这么一圈 开开 它全倒上以后看起来砸乱 让我来看一下 这是我的墨镜 出门要防晒 防晒喷雾 一定要做好 然后 皮圈 就是吃饭的时候有可能要扎头发呀 女生出门一般都要带一张纸 一包纸 这是我妈交给我的 然后信用卡 这是纽约坐地铁的地铁卡 信用卡 是我爸说一定要用这种防止倒刷 所以我就一直带着 然后勒 一些现金 一个口红 这是我平常经常用的口红 今天涂得也是这个 这个超级便宜 好像才三美道吧 那个Whitenwell的925B色号 这是唇膏 就是无色唇膏 然后 一个护手霜 这个是里面装着耳机 还有这个充电宝 基本上出门就这么多了 好了 让我们接下来就去 开始我们的舞蹈之旅吧 现在已经到家 终于到吉利了 我第一次来到吉利了 好 好 exactly 确剃 eff lls 这边的街上好萧条 就是最佳道了 叫什么beacon's closet 真的确实进来一看还挺宝藏的 看这里很大 这里能看到很多看起来很时尚的人在敲东西 我看到好多日本小姐姐 我觉得日本不是古着店很发达 如果她在这里逛的话说明这个古着店确实是很好 给你们看一下我朋友的美酒 走一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看一下好像就得逃一逃 这个包看着好可爱 它好重啊 这比较是个很硬的一个圆盘 看到一个很神奇的存在 这是什么鬼 这是小香囊吗难道 看这多少钱 13 小腰包还挺好看的 17刀 拿了一个这样的小毛奖 还挺可爱的 平常的时候穿个卫衣啊什么的也可以套 然后穿个打底衣服也可以套一下 所以有时候逛街的时候就是不能内搭穿太好看 要不然你穿什么衣服都想买 另一件感觉就比较寒细 这个感觉就有点酷酷的 那种男性中性一点的那种感觉 让我来现场还原一下李线现场 像吗我觉得不像啊 像 我刚才一皱眉我朋友就说我像李线 逛到从白天逛到天黑 这个店真的太大的东西太多了 有鞋子有包有衣服 还是挺不错的衣服都是按照分区逛的 不过我没有看的特别就是特别 我特别想买的我买东西还是要特别便宜 我才会特别想买 因为也没有就是经验到多少钱我都想买那种 然后我就把那个马甲给买了 刚才试的那一件 今天的布鲁克林的骨折店 Vintage Vlog就这么多了 然后我打算回去啦 现在回去还很晚了 回到新德西差不多要几个小时 我们下次再见吧 拜拜